在郭德纲的带领下 德云社的影响力已经不亚于娱乐圈明星和演员 都说德云社是个很独特的存在 不仅受到当下年轻人的追捧 也更是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活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的德云社在年轻人眼中 所输出的价值和欢乐已经远超明星 当然这也只是德云社一部分演员 还有一部分演员 坚持在小剧场的岗位上 用一次次的登台演出努力赚钱 有句话说得好 中国人不换寡而换不均 意思是中国人不怕给的东西少 但是怕分的不平均 一个公司或者团体 人越多越要一碗水端平 否则早晚会人心涣散 德云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上上下下400多人 郭德纲作为大家长 必须要平衡好每个人的利益 8月20号星期五 德云社按照惯例公布了下周的节目单 再次让大家看到了 郭德纲老师的用人之道 因为特殊原因的影响 现在德云社的小剧场 只有天津德云社还在演出 其余的小剧场都已经暂时停演了 可是德云社加上青年队有九个队伍 这么多演员还要挣钱养家糊口 就这么一个小剧场该如何安排呢 德云社是按劳分配 根据演出的多少来确定工资 如果长时间没有演出 那就基本上拿不到多少钱了 根据8月20号的节目单显示 下周演出的是德云社一队 也就是高峰和阮云平的队伍 这个安排似乎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郭德纲老师是要让德云社的九个队伍 轮流在天津德云社演出 这样大家都能有公平演出的机会 郭德纲这么做 其实是要承担不小的经济损失的 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因为德云社就一个剧场能演出 如果安排那些知名度高 上座率高的队伍 无疑会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 可是郭德纲老师还是选择 让所有人一起轮换 一碗水端平 保证所有人都有公平的演出机会 确实是做出了不小的牺牲 在德云社本来就因为演出少 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时候 这个决定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郭德纲老师掌管这个400多人的大家庭 靠的就是恩威病师 对待徒弟们基本上一视同仁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德云社能有现在的成就 郭德纲老师确实是最大的功臣